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欧阶潘斗 这是跟大家分享在喜悦的东京 大阪科京都独知市游行 不过你们刚好要来东京 用智鬼病毒 可以看我影片 这市有的行程有三个主要目的 就是赏风 影片的攻略 比如晚上到了雨田机场怎么办 住的场外市场吃什么 是BooSky值得去吗 来到东京秋天必去的景点 体验全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现在乘坐机场派线 到机场 我抵达了季隆坡第二航空机场 高令高令要准备登机了 旁边竟然没人坐 挂着了 中间几呢 久违着十五年 日本过来看你的 必须过三关 第一关只需出示你的护照 第二班关要你在这PanTravel One 下载黄色Tua Code 领取行李后就是海关检查了 并必须出示你的蓝色Tua Code 十一点零三分我便到达大厅 左边是单轨电车 右边是荆棘电铁 如果要Pasmo的朋友 可以去右手边的柜台购买 十一点后还有工作人员在销售 单轨电车自动售票机 单轨电车的路线图 选了单轨电车 因为最后一班是十一点四十八分 时间表 如果要清楚的版本 可以在下面留言 要有心理准备没位子 抵达冰松厅后 还要转地铁营坐线去我的酒店 临时四十五分 终于抵到酒店了 早上好 这个就是我住的Aper酒店的Lobby 你们看到了吗 从这里出发 只需几步之遥就能到达地铁站 出行超级方便 我是从二号口进站的 让我带你们看看我现在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现在来到哪里 住的场外是场 我来吃早餐了 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地方 这里有超级多日本人和外国游客 这一家店呢 有卖现烤的鰻鱼串 这就是我在日本的第一餐了 一千元超级划算 新鲜海鲜任你选 第二道菜刺身 五百日元的三门撒是一米 在日本不要边行边吃 这里有许多刺身盖饭 市场的营业时间大约在六点到十五点 驻地市场黑银热门的生鱼片鸣店 山长玉子烧大牌长龙的便 爱吃蛋的朋友就要试一试这个玉子烧 是当场做的 选了一个冷的玉子烧 如果你是坐日比古县 你会经过住的本月四 结束了早上驻地市场美食自行后 就坐地铁来到银座了 也是日本最精华的购物的地方 日本东京银座 繁华语奢侈 东京银座语 巴黎的香榭丽社大街 纽约的第五大街齐名 是世界三大繁华中心之一 这里是银座最中心的交叉路 像我身后这一座 就是银座三越百货 今天刚好是银座的步行天国 在马路中央步行是非常好的体验 瞧 这里的椅子竟然是免费的 想象一下 在这里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 感觉上应该会很瘦吧 C6是目前比较新的百货 你看我身后就有一座超级大的银座 这座旗舰店总共有12层楼高 所以里面的品项非常齐全 快速午餐 又是Nua的牛肉饭 这可是日本快餐中的一个经典选择 午餐后就去了去明治神宫外院 今天是日本的假期 勤劳感谢之乐 超多人 明治神宫外院被评为世界最美的20条树桶之一 基本上是拍不到没有人群背景的人像的 欢乐时间特别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看回我以前的视频 交通方式 搭地铁半藏门线或大江户限制 到青山伊丁木站 然后是从一号出货路走出来 上地铁到表参道 表参道 从世界各地接收到尖端的市场元素汇集之地 沿着这条马路就会知道元素 今晚我将探索两个标志性的潮流圣地 澀谷是布远和元素 元素是比较多潮牌 如夏通 这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充满了活力和创意 霓虹灯下 个性店铺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最后 我在这里尝试了非常著名的Crip 交通方式 从JR元素站竹下口出来 就可以见到竹下村商店街 接着又搭地铁到下一个目的地 六本目绝美圣诞地 这个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点灯地区 下面的树都在发光 也可以看到东京铁毯在发光 这里是布远斯海的购票处 要准备排队入场窝 14楼高空俯瞰的色谷 最有代表性的交叉路口接近 过后便从14楼搭乘电梯到45楼 电梯的天顶影像也太迷惑了 你看到有什么感觉 欢迎留言 开门出去走过这条路 便可到展望台了 包包不能带进去 要租一个拉客 前回退 站在屋顶的顶楼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感觉真爽 站在这里 我能看到整个东京的繁华 灯火辉煌的街道 好美啊 你有看到东京铁塔吗 除了是布远109 你还认得其他的建筑物吗 通天的雷射光 47层网红电梯 绝佳的打卡地点 46层的sky gallery室内的银色气球 楼下的室内商店 售卖冰淇淋和咖啡等等 提醒大家 如果要来是布远Sky的话 记得玉藻订票窝 我本身抢不到高峰期的黄昏票 但是夜景也超震撼的 你们觉得呢 怎么去是布远SKY 入口位于是布远Sgrumble Square 的14楼 从色谷站B6出站后 再搭电梯通往14楼入口 晚餐就来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吧 前面就是那个 是布与Cross 这一碗热腾腾的转移 这一碗热腾的转移 这一碗热腾的转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